我現在把你藏牽的樣子全部放回去 好 那你現在做 這件事我們也會保障的 你這樣放回去 你再把它拿出來 你就把所有你藏牽的東西 就把它放回去 開始了開始了開始放了 我們來數數他這樣子放回去幾套 近日又有網友抓包一番賞詐騙 當場帶到店家藏牽作弊 並直接錄影對部公堂 至少有七套模型被動過手腳 JD看到影片後 也斥責業主 表示他會將這件事公開在頻道上 純粹是覺得店家行為有夠離譜 會在踢爆裡面針對這種個案 去跟大家做踢爆跟討論 因為我們前面都是針對這個手法 那這一次為什麼要跟大家對時間 因為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 就在整個台灣一番賞這個新聞 已經延燒過後 竟然還有這麼離譜的店家 可以被投訴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相信我 各位睜大眼睛 接下來你將看到 玩具業真正的害蟲 在做生意是有妥離譜 我們直接禁給觀眾提供我們的PCR GOGO 可是你這樣行為就是不對阿 你改了然後咧 我們過了一個這個客人 然後下一個咧 這不是道歉不道歉的問題 不是對我們道歉耶 長籤作弊就是不對阿 聽到關鍵字了 今天的事件是什麼 長籤作弊 好我們繼續看下去 到底是什麼事情 包白就看我們在動手腳 就感覺到你有鬼 就跟你講 大家就個憑本事阿 就運氣不好 阿對你配慾這麼好 我們包掉 阿媽你今天這件事長籤就是不應該阿 每一套都長籤 這麼多套阿 其他這些學生來抽 每個都能當潘娜 每個都把人家騙飽飽的 生意這樣做的 這個投稿很兇耶喔 他超生氣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那個店員 有沒有 被抓到趕快道歉 可是他也沒有很偏激阿 他也有種教育的感覺 那本來就是了 本來就是了阿 因為大家可能不知道 有些人在抽一放真的是好玩就好 所以最後 不好玩真的就很 這店員是怎樣 戴口罩 聽不聽我講什麼 聽得出他好像說什麼 我確實 怎樣怎樣怎樣 我確實 前面有這個長籤的問題 後面他已經講我確實了 所以我們沒有冤枉他 我們就是這個影片 影片 原汁原味呈現 這是什麼 不是 教球員的感覺 講出來阿 沒有阿 自己就承認很多套湯都做簽阿 這邊這麼多套簽 不是阿 欸這員工很讚耶 他要問他說是誰 叫他這麼做的對不對 他不講耶 這都五點證的人 就還你清白阿 這個人家也要攻不攻阿 不然都被抓到了 就已經百口莫遍了吧 對阿其實也知道 因為怎麼做大家都心知肚明 大家一般上去怎麼做 怎麼樣知道哪一隻A在哪B在哪 大家都知道 我跟你講你今天沒有要拗你 你要說什麼要補給我們什麼東西 我們寧可當作沒抽 東西還給你錢 退給我們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你現在把你長籤的這樣全部放回去 好 那你現在做 這件事我們也會保障的 保護全部的消費者全力 你這樣放回去 你再把它拿出來 你就把所有你長籤的東西 就把它放回去 喔開始喔開始喔開始放囉 我們來數數他這樣子放回去幾套 已經每一個都要簽頭都要洗牌了 你是洗牌第一張 到時候你還是把它拿出來 然後大家的錢 而且是大家要花錢 心甘情願的 回來了 欸又蹲下去 哇 還有啊 欸他做很大欸 我看他還有 不是只是像我們常規盲盒什麼 他還有PVC還有TOMICA還有什麼欸 不是啊那這樣做這麼大何必 第五套 第六套 第七套 這是第一段我們看第二段 總共投稿四段就對了啦 不過第二段的影片 我記得跟前面是有重疊到 就他們錄兩集 好像比我們還會拍 他們出來一起錄兩集 那你先做 你知道我當初在看這支影片的時候 其實他一度有點心疼這個電影 因為就覺得他好像很心虛這樣 我記得你那時候好像跟我說 吸毒貪污的 被抓到了 上新聞每個都把很難道歉 那這邊的片段 基本上就是跟剛剛 就是 他放錢的那個畫面 就是 更特寫 就是他這邊就是 你看到鐵架上 就是他放一般上的位置嘛 然後他現在就是一套一套 給他放回去這樣 剛抽九抽嘛 九抽 九抽的東西還給你 你就把錢全部推給我們 你說要補償我們 要私下跟我們私下和解 我們都不要 我們沒有這麼貪小便宜 你之後的心套 我建議就不要作弊 我告訴你 下次我們再過來 你要是他媽在給我作弊 我給你包五套 你要是給我翻 你要再給我作弊 你給我試試看 後面就是退錢 後面就是退錢 永久之後還了 東西還給他 現金拿回來 沒有奧人家 沒賺便宜 也沒有私下和解 你求得公正 那想必各位 剛剛已經有看到這個影片 雖然我有點 嬉皮笑臉 因為老實講 站在我的立場 剛剛那真的是個笑話 首先姑且不談他的行為 我個人是很難相信 就是在這一個 全台灣一番賞 已經延燒新聞過了 大家所有的玩家 已經這麼資訊透明的狀況下 還有店家會幹這種事情 而且還幹得 如此大 你如果說真的很爛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心態上 不想虧那個錢 藏個一兩套還好 我剛剛幾套 六套欸 而且他那一整個貨架欸 真的只有六套 不是不是好離譜 這個觀眾他會 就錄影最主要的原因是 大家如果有常常的接觸 一番賞就知道說 現在一番賞的店 只會有兩種樣子 一種是那種 配率很魔能良可 或是偏爛的 另外一種就是心套 稍後用你的腦袋想一下 就知道 今天如果你去抽一番賞 你要不就是抽了 就只抽一點點 所以他就會很像心套這樣 對不對 那一般來說 你一定會抽到這種為止 不會說我抽了一兩抽 配率好香 啊我不抽了 那你不抽後面的人 繼續抽嘛 現在那個配率只要一箱 大家再通報都很快 所以你只要看到一件 全部配率都很香 好幾套都很香 那我跟你講 要付他生意超級爛 要付就真的稍微有點貓膩 就是你可以去推測 不太可能嘛 大家用那個消費心態去推測就好 然後第二 是我們沒有什麼實質的證據喔 證明說 他這個籤 藏的到底是不是大條 因為沒有包牌嘛 大家可以看到觀眾最後 這個交易就取消 然後也沒有 私下跟他和解或是幹嘛 其實就可以保留他在法律上面追溯權 那我們只能夠去 又就影片跟大家講說 這樣的一間店 他很奇怪 他為什麼同時有六套 我們影片拍到六套 那都要把簽藏在櫃檯下面 就這件事情的理由是什麼 我們不得而知 那當然你現在整個社會的風氣 相信聰明的網友 應該就可以理解他為什麼這麼做 其實大家知道 我很討厭針對店家 去攻擊他們什麼之類的 因為會做這種事情的人 你怎麼弄他就是會想辦法再繼續做這種事情 因為他的這個 腦袋裡面 他就覺得做這種事情 沒什麼問題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出來呢 純粹是因為他的行為 實在有夠離譜 離譜到非常的徹底 我真的沒有辦法相信 在這個2023年 算是一番賞全台灣流量最好的一年 然後還上了新聞這麼負面 然後還這麼透明的狀況下 然後XX還會有店家在幹這種事 我跟你講現在玩具店的數量 我覺得可能就輸飲料店跟便利商店一點 但到處都有啦 有這個GC 有啦這個生意外越競爭 然後我個人覺得這個 對整個台灣的環境是好的嘛 就是如果你們有在看我頻道 其實我私底下有非常多海外 包括馬來西亞啊 新加坡啊 香港 就其他國外的觀眾 他們會認為 甚至還有歐美 他們會認為很羨慕台灣現在的這個風氣這麼盛 所有的二次元 讓我們覺得以前走出去 大家覺得有宅喔 有點扣分 近期他已經變成 有沒有算是一種潮流 對不對 我有把錢變成我喜歡的樣子 那是一種生活的態度 可是我就很討厭這種害群之滿 你這種心態到底是 要幹嘛 你幹這種事情 我就一定把你公佈出來 那看你要告我或是幹嘛 我也沒在怕 沒有針對你去做任何不實指控 我就把影片的內容 重拾的撥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 你如果覺得有什麼問題 可能你在自己的粉專或是幹嘛 發個公告 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 我個人也是非常好奇 有可能我們誤會他的 對不對 譬如說廠商多發 一套八十張 發了九十張 不能怕消費者 通的時候抽出不對 所以我們先給他調查 有可能啊對不對 可能我們不知道啊 所以我現在是很想知道 我就說店家 你可不可以跟我講一下 我相信你是這個公平公正公開的店家 你生意做這麼大 你台中兩間分店耶 不一間耶 然後你看門市裡面有 哥吉拉 有景品 有托米卡 如果我在開玩具店的時候 那這一定是有一定的規模 那我就在這邊很誠心的 代表消費者 想詢問你 你錢放在那邊 是否有什麼不 無可告人的秘密 拜託你跟我們分享一下